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因为要跟大家首先报个歉 因为刚刚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真的在四十五十颂 刚刚应该是自己的老师 在开示或传法的时候 我们不传法 可是因为我今天想说什么 因为今天尊者有一段的直播 可是因为尊者这个直播 是比较关科学家的研讨 我想说在两个的重要性里面当中 我想说我们还是以 上佛学的课程 是以佛学为重要 和以研讨为次要的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私底下我们上完课 我刚刚在我们休息个十五分钟的当中 我就在看那个尊者跟那些科学家 在做的研讨 还蛮有趣的 因为他在讲有关一些人的情绪 跟特别是美国最近发生的 那个种族歧视的事件 谈到了起来的时候 我刚刚在听有关那一段 和大家私底下 应该来讲我们说 如果在我们一般所谓的 四十五十颂当中的话 我们有一段是说 如果在这个区域 或者有跟自己的老师在上课 我们如果要上课 我们会去请辞吗 或者我们会说 我会给予允许 他因为我没有办法 在跟尊者的时候来调的时候 那我说我想说 因为是我们有固定的课程 固定的心态 我是想说 我自己是作义说 我跟尊者作义说 我们为什么做这个课程是这样子 他有当然这一次的 有谈到一些的 就是比较是白话一点 或者比较一些的 没有那么专严的科学 今天主要在谈什么 是我刚刚看了一下 是主要在谈 因为他是跟美国科学家在谈 所以他们就主要谈 两个最大的话题 就是疫情 第二个就是种族歧视 他就是在讲这个的时候 和刚刚那个美国科学家 大家 我觉得跟我们很重要是说什么 他说我们在情绪的这个方面 有两种 尊者说这个是什么 情绪的方面 有两个话来讲的话 情绪不代表说是不好 我们那个感受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有什么差距呢 有一种感受 一种情绪是什么 是它是可以培养正量的 像什么呢 像说悲心 菩提心 我那种一种 振奋 喜悦来出来 那是可以说什么 我可以追究到有一个理 有一个正理 它的培养出来是用什么 是用正理 是用原因而去培养出来的 可是有一种情绪是什么 我们是有没有原因的 是颠倒的 像什么我们 Tina Tina 或者来讲的话呢 这是完全没有原因 反而是什么 是颠倒而出来的 他那科学家说什么 他 反而他知道 他也认同 也是什么 最近美国的 卫福部出来 今天 他说 应该是今天 还是昨天 来出来的消息 他说 在同样的年龄层 20岁到40岁的年龄当中呢 他说什么 在于 黑人 跟黑人以外的 种族来讲的话呢 黑人比 另外的 不管是白人 亚洲人 或什么来讲 多十倍的 会容易得到 那种疫情的 多于十倍 乘于十倍的 一方面什么 因为 一方面当然是环境 二方面什么是 情绪 就那个心智上面的 控制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发现 纵使是在于 好的环境 不一定是坏的环境 他们也 就是 非洲种族 就是 非裔的那种的话 容易获得 病情 可是 我们要 我觉得是很多的 像尊者刚刚有 我听一段 大家回去可以慢慢听 他也可以是说什么 他说 你看 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是因为 很表面的 而有很狭隘的心事 像什么呢 有种族歧视 有这个来讲 是什么 都是因为 次要的差别来讲 是什么 我们人造作出来的差别 说什么 我认为说 你的肤色 跟我的肤色 不一样 你的文化背景 跟我的文化背景 是不一样 而我造作说什么 我就看不起你了 我一看到你 我就有 防范了 所以我刚刚 也在看的时候 也看到有些人 在发什么 很多人现在 发很多那种 挑衅种族 不管是黑人发什么 是白人去欺压黑人 也很多人发什么 是他又发什么 黑人去欺负 别的种族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势例 当然有这些势例 可是这些的例子 不能不够于代表说 涵盖以上的 我们这不是骗的 我们用色类学 这边来讲的话 这不是骗的 你不能用这个例子来说 因为这个例子 是这样子 以上这一群 都是这样子的话 这是我们的 思想的错误 是不是你看 我们在讲色类学 是不是也就是讲这个 例如说 你看我说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像时下的话题的话 黑人跟暴力来讲的话 是不是 这应该也是 所谓的试剧型 有没有黑人不是暴力 有啊 有非常多很好的 是不是 你看我们说像什么 历史上面最近的 南非洲的 Mandala 或者现在南非的 那种兔兔的 他们是正宗的黑人 或者说什么 美国近代历史被谋杀的 Martin Luther King 带那个黑人的组织 他就是讲说什么 我是跟随着干地的 我要非暴力 非伤害的这种行为去做的话呢 这是正宗的 所谓的黑人嘛 来讲 我们没有全力说 他们就是暴力了 他有没有是暴力 但不是黑人的 有没有 当然有啊 不要说是白人 我说我们亚洲人 是不是也有很多人 在撞到这个 或者不要说亚洲 我们台湾人也没有 也有啊 是不是我们说 在这个来讲的话 这不能说 因为是暴力 就是一定是黑人 或白人 照做我们亚洲人 台湾也有这样子啊 那有没有 两者皆是的 有没有又是黑人 又是暴力的 也有嘛 那当然有这个例子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那有没有 又不是黑人 也不是暴力 有啊 我们这个台湾 也有很多的 很爱热心的 很爱慈善的 帮助利益的人的 有没有 也有嘛 所以这个 可是我们很多是什么事 我们忘记了这个试据行吧 说什么 因为黑人的一个例子 我就认为说 凡是黑人 则是暴力的 就认为从四句型 变成三句型的 是不是 就是说 凡是黑人 则一定是暴力 这样的概念来讲的话 是不是我们 学色类学的时候 学这些逻辑的时候 就是要用在于说什么 我们自己的 日常的生活的 的行为 或者日常生活的思维的话 有一些的改变呢 反而会发现 你看 是不是我们后面的 很多的情绪 很多的 错误的概念 就是什么呢 是我们之前有一个 颠倒的 一个非理作义的 一个不正确的 一个概念 使这个东西 倒出来了吗 是不是 有这样子 而发生的话呢 如果刚开始看说 对啊 这是在一个 那种 错误的例子 没有人否定 这个例子 可是你不能说 因为这个例子 否定要整个大的方向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尊者刚才也讲 我说像 现在有这种种族歧视的话 大家忘记了什么 就是我们的人类 整个人类 整个我们所有人的 什么 一个所谓的共同性 或者一体性 是不是我们上次 也跟大家讲说 我也想说 有机会我跟大家提一下 尊者的四个使命 和第一个使命 是说什么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 每个人 生长的背景 可能不同的 像我说 在这边 可能有可能 跟我的背景 我说应该 没有一个人 跟我的背景 什么 出生台湾 移民在美国 回来台湾 又去印度 我说这个 少之又少的 那样子 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跟我从 次要的来说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相同的 可是从大一点的 我们是不是都认为 我们都是所谓的台湾人 再大一点的话 我们是不是都认为 我们是所谓的亚洲人 再大一点 我们是所谓的地球上的人 再大一点 我们是不是都是 都是为友情 都是为众生 那我们的共同是什么 是我们都有那种 离苦得乐的 我们有那个 我们那个同体性 那个共同的方面 远远超乎于我们的 差异吗 是不是 有这个的概念的话呢 这对我们佛教里面 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讲说 要修平等舍 要修平等舍 要修支母 念恩报恩的时候呢 有这个 慢慢可以有这个培养出来 虽然看起来 表面上是什么 就是只是说 我去多关心别人 去了解我们 人类的是一体性的 有一个共同性的 可是实际上是什么 是由这个而为 启发点 我们才可以培养出什么 培养出所谓的平等舍 平等舍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从不是只是把我的 思维的范围 把它锁住在 只为我一个人 只为我的我爱子 只为我这样子思维 这样子 我慢慢来讲说 我有什么权利 只说我去剥夺人家的快乐吗 人家或者其余的众生 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的希望 离苦得乐了 有可能我没办法帮助他们 那至少最起码什么呢 我不要伤害他们 那样子 对没有 我不要伤害他 那同样如果我希望 有人来给予我资源 与辅助于我 让我可以获得 离苦得乐的话呢 如果我有能力 是不是最好我也可以 使大家这个方便来说 也帮助他们去 可以承办 离苦得乐的方便吗 是慢慢开始就有那种 平等舍 知母 乐意词 悲心就慢慢开始升起 他是从 第一个是不是就从 人与人之间 来讲 是不是我说 现在很多你看 因为 那种不信任或者的 感觉来讲 你看我们在路上 你对人家笑 人家还觉得你 你怎么怪怪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笑 你为什么要对我有表情 反而会觉得 你很奇怪的话呢 可是有很多是什么事 因为我们是 真的我们的共同点 或者我们的相同的 从心灵上面来讲的话 有可能我们是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 一样的 有一样的权利 一样的追求 一样的目的来做的吗 这就是 一般来讲说什么 我们是 70亿人口的一份子而已 我们可能说 我们是身 俗 男 女 老 少 这都是次要的吗 我们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有离苦得乐的 一样的为人的 或者为友情的这一方面 所以第一个说什么 要多培养出这样子的使命 那第一个是 你用了同体性的 或者一体性的那种概念 那就是多余的一些话 可是想说 我们在学色类学之前的话 也不是只是说 好像说文字上这样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也是我透游这些了解这些逻辑 了解这些思维 了解这些理路的话 我怎么对我自己的 以前长期的 或者看到我自己的一些思维的盲点 或者狭隘性 或者我们用色类学的名词 那个不骗的 在哪里呢 我是不是我的思考 我的思维的模式 有一点问题了 等等这来讲的话 有这样子 或者有这样子的疑惑产生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 学色类学的目的也好 或者它的成果在这边产生了 好 那我们今天 还没有要到下一个单元之前 我们下一个单元是不是说什么 是在遮浅趋入 跟成立趋入的之前的话呢 不知道大家对之前的那种 所谓的遮浅法 或者说什么浅他法 或者成立法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说吗 我们这边来讲是不是说 最主要我们 要这边有个什么概念来讲的话 是不是它的分类 如果可以在内心上面 有一个清楚的话 那什么遮浅法 我们可以分出叫什么 有分出叫无遮 跟非遮 无遮是什么呢 是纯粹就是否定的 他没有要引申出什么 我说 比如说我说什么 我不要用别的 我用我的例子来 我说什么 假设我说 格西拉不是坏人 我没有要引申出 他是好人吗 我只是说他 我没有要说别的 我就说格西拉不是坏人而已 是不是好人 我们还不知道吗 可是他只是说什么 格西拉不是坏人啊 这什么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无遮嘛 无遮 可是如果假设我说什么呢 我说 人类只有两个 是好人跟坏人 可是格西拉不是坏人的 这叫什么呢 这是不是叫什么 叫非遮嘛 是不是 非遮里面叫什么 叫硬食的非遮嘛 因为是我已经 说只有两个可能嘛 只有好人跟坏人 可是不是坏人的话呢 那是不是代表说 我是好人嘛 好人的话 这是叫我们讲说 叫非遮的 非遮的意思是什么 是他在遮止的背后呢 他有没有引申出 另外一个东西吗 他在遮止到 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背后有没有在其余 有没有引申出来的话 这才是所谓的非遮的重点嘛 而后面成立法是不是说什么 他在认知他的 或了解他的时候呢 我没有要特意要排除 或在直接上面 或者没有在排除任何东西的话呢 这叫什么 叫成立法 像你刚刚说什么 格西拉嘛 法师啊 这个来讲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成立法了嘛 可是我说什么 不是法师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 叫说什么 叫遮遮法嘛 不只是遮遮法 是什么 遮遮法里面的叫什么 叫无遮嘛 不是法师嘛 对我没有要表达任何 不是法师嘛 是不是 他是一个无遮的嘛 是不是 我们在于非遮的时候分类 我们是不是有说有两类的很大的分类嘛 有一类的分类叫什么 我们上次解释 是不是叫觉知的非遮 跟一个是意志向的非遮嘛 那觉知的非遮的例子 他举的是说什么 是不是 瓶子显现为反于非平 或者不是平的这个相貌嘛 那大家问什么说 为什么要那么复杂 你为什么不就说 瓶子显现出 对不起 分别心显现出瓶子的相貌呢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在遮子任何东西嘛 对不对 我说他首先他只要一个是 非遮的话呢 他一定是什么 他一定是一个浅塌法 一定是个遮浅法 你说分别心显现出来的瓶子的相貌呢 这个没有要遮子任何东西嘛 可是我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 我举的是瓶子的义共相的某一个事例嘛 是什么呢 是分别心显现出的反于非平的 这样一个相貌来讲的话呢 他是不是就变成非遮了 因为他在遮子什么呢 他是不是也是遮子掉了不是瓶嘛 他要遮子的是不是瓶 他引申出来的是什么呢 他引申出来了瓶子嘛 是不是 就等于说什么 我说分别心显现为反于非平的相貌的时候 代表说什么 这个分别心也有显现出瓶子的相貌了嘛 所以他在遮子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有显现出一个 或者他有要引申出一个瓶子出来了嘛 所以这叫说什么 这叫 觉知的非遮嘛 那觉知的非遮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是 它是非遮法 又是什么 又是长的话呢 我们就叫觉知 觉知的非遮 还有什么 举什么例子 或者我可以说 我举什么例子来讲 我说 像说 我们举的话 我说 如果是很多的长法 比如说我说什么 反于不是所知 或者非非常 不是不是长 反于非常的话呢 他是不是就变成 也叫是说什么 不一定要好像很复杂 说分别心上面 所显现出来的反于非平的相貌 我就说什么 不是不是长 他就是一个什么 他也是我可以讲说 就是觉知的非遮嘛 可是我们不能说什么 我用虚空的话呢 虚空是什么 是成立法呢 还是非遮呢 还是无遮呢 我们上次讲说 如果说虚空的话呢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无遮嘛 为什么是无遮呢 因为要从虚空的意思去想 虚空的意思是什么 遮止掉阻碍 触碰的那一分嘛 是不是 遮止掉阻碍 触碰的那一分 那一件事情呢 那一个是呢 是不是叫虚空的话呢 是不是你看 他就是没有要引申出任何东西 他就是遮止掉 触碰 遮止掉阻碍的那一个 那一个 就是什么 那叫虚空嘛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 讲说这叫无遮嘛 上次你还记得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比如说 无量寿 无量寿应该也是长的嘛 对不对 无量寿 那无量寿如果是长的话呢 它是在于无遮还是非遮呢 应该是非遮嘛 对不对 应该为什么非遮 他有没有啊 我说不是啊 因为他字里面就讲无 无啊 没有啊 那怎么会变成叫非遮呢 可是你看我们 内心当中显现出 无量寿的时候呢 或者我不要说无量寿 或者大家说 我们这个比较难理解 我说什么 功德无量啊 你说功德无量的时候 你会说他是 这功德是没有呢 还是认为说 这个功德是很多 这功德应该是很多嘛 对不对 他的内心当中显出来说 师兄啊 师姐功德无量嘛 那样子 这功德无量代表说 你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 它是什么 它叫非遮嘛 为什么 它引申出来的 虽然我是用无这个词 可是它引申出来是什么 是这个是 多数的 大的 庞大的嘛 所以你看我说无量寿 我是不是的意思是说什么 我这边来讲的 不是在指说它没有的意思 而是在指说什么 无量寿代表说 它生命是 是长的嘛 长寿的 这来讲的话 所以它就变成说什么 它是一个狗 叫非遮嘛 但是在非遮里面叫什么呢 我们叫 觉知的非遮嘛 长的 凡是非遮 又是长的话呢 我们这称之后来什么 我们叫觉知的非遮 而我们在于说什么 意志向的非遮 简单来讲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是非遮 又是无常的话呢 我没有承担为什么 我们叫承担为什么 我们叫承担为 叫说 意志向的非遮 那大家还记得我以前举的那个意思 我说 如果它是非遮 它本身是非遮的话呢 是这个东西代表它的所有的例子 都一定是遮前法 或一定是非遮吗 不一定的嘛 就同样我说 我反过来说 如果这件事情是成立法 凡是这个东西的例子 也要用一定是成立法吗 不一定嘛 我们举一个什么例子 我们就用瓶子嘛 瓶子为例的话呢 是不是它是成立法 可是你说如果是瓶子 一定是成立法吗 不一定嘛 举什么例子 反于非平嘛 或者不是不是平嘛 或者再简单一点来讲说什么 不是柱子的瓶子嘛 这是不是都是所谓的瓶子的例子 它是什么 它是无遮跟非遮里面 它叫什么 我们叫它非遮嘛 它叫非遮的 是不是 刚刚瓶子本身是成立 可是我举出瓶子的事例的话呢 不代表它就一定是 遮前法 像刚刚举的 反过来讲 我说 如果这个例子是 遮前法 举出这件事情的例子的话 一定要是遮前法吗 也不一定嘛 例如说什么 我们刚刚反过来说嘛 反于非平 不是不是平子呢 是不是一个遮前法 遮前法里面是什么 是非遮嘛 非遮里面是什么 是意志向的非遮嘛 它是不是它跟平子是同意嘛 所以呢 我说请举出 不是不是平 我可以举什么 我例如说金平 金平是不是也是非遮呢 因为它是不是不是平的缘故的话 我会回答说什么 不骗嘛 如果不是不是平 不代表一定是非遮 不是不是平 本身是非遮 不代表说 如果是不是不是平 就一定是非遮了 例如说什么 例如说金平为例嘛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了 我们可以这样子举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 是不是举出了 非遮 非遮里面的觉知 非遮跟意志向非遮二者吗 是不是在非遮上面 又可以举出另外一种分类 我们上次讲的说是 直接隐身的 间接隐身的 直接间接两者都隐身的 跟应时间的或应时的隐身的 如果再分 把无者也接进来的话 把它全部分 是不是我说是 没有隐身的遮险法 有隐身的遮险法 有直接隐身的 有间接的隐身的 有直接间接二者隐身的 有应时的隐身的遮险法 可以分为这五个吗 是不是我们刚刚跟以上讲的一样的 指它不同的 这些例子我们在几个礼拜前我们都举的话 那应该都很清楚了 有没有很清楚 所以无遮跟非遮的最大的差别是不是说 它在遮止或破除 自己所要破除的时候 它有没有引申出另外一个 是不是你看我说 或者我们举那个例子 比如说 你看说 生活 我们应该想说 生活很奢侈的那个张三身上 它从来没有自己赚过钱 是不是这就代表这个什么 这代表说它一定是一个直接隐身的吗 是不是 你看 我说生活很奢侈的张三从来没赚过钱 代表说它一定有另外一个管道 拿到钱了吗 代表不管是说 它要隐身出来是什么的话 我不敢说它是富二代 或者它不管说它是抢劫或什么来讲 可是我知道说什么 它的钱的来源一定是有别的吗 或者说你看 生活很奢侈的张三 没有自己赚过钱 可以他在一直在 没有遮 或者他一直说刷卡不眨眼的 他有在一直刷卡不眨眼的时候呢 是不是又是我们所谓的 又直接 又间接了吗 直接说什么呢 它的钱的来源是 由别的来而来 那不是 对不起 直接是隐身说什么呢 它是有在不眨眼的去刷卡吗 有这件事情吗 间接的是什么呢 间接是隐身出 它的金钱的来源不是他自己赚的 而是由另外一个来源而来的吗 所以你看我们用生活上的例子 大家可以比较知道 我说胖胖的张三 白天不吃饭 那大家有可能比较难 隐身出来的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的 隐身出来的吗 你看 或者你看我们常常 我说以前我想起我妈 教育的 我说我母亲 应该知道我是那种 可以比较可以刺激的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是什么是 你觉得我做不到 或我没办法做到 我会说好 那我就要发奋图强 你觉得我很安逸的话 我就烂下去了 可是你觉得我做不出来 我就说好 那你等着瞧吧 我应该是这种个性 你看就说你看 你觉得你这样的话 努力够吗 人家读得那么好 我是不是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 应时间而隐身的时候 你要更努力读书的 我说你看 我说你 他说什么你看 你不要看人家这样子哦 人家是读哈佛的 是不是 他隐身出什么 你不要看人家 现在这样子放轻松 代表说什么 他私底下一定有很努力的吗 你不是像你这样 全时段的 不分时间的都在 都在休息的 你看可以读到哈佛的那一个人 你不要看他现在是这样子哦 代表说什么 他私底下有在很努力 这就是什么 我们说间接引申出来了吗 是不是 等等的那个东西来讲话 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都可以看到了 都可以举出这个例子 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叫非泽 不叫无泽 是不是我从 有时候开玩笑我说 哦 你看 你的画是非泽的 你这个画是什么 是无泽的 没有什么意思 就说什么 你看我常常 甚至我跟大家讲说 我常常举那个例子 我说 格西拉没钱 我这个画 他纯粹是无泽 不是非泽 那样子 大家知道 现在知道这个笑话在哪里了 是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说 我因为最 我坐在大家的面前 最容易是说什么 他口袋是空空的 没有 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要隐身说什么 哦 你要大家要 知足可惜了 可是有些人说什么 哦 这个 有没有可能当成非泽 有啊 他隐身要背后的 他已经 没东西吃了 哦 赶快去知 这意思是什么 你赶快去知足啊 所以这个是 纯粹是无泽的 没有非泽的意思嘛 没有要引申出 任何的 别的意思来讲 就是我们这边 在讲说 无泽 非泽嘛 无泽是什么 它就是 纯粹的在 遮止掉一个东西 像我刚刚讲的 格西拉不喝酒 格西拉不结婚 格西拉口袋没有钱 就是 纯粹在否定一个东西了 可是有些东西是什么呢 我说 什么 比如说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没有 教室里没有人嘛 是 教室里没有人 的时候呢 这个是什么 是 说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无泽的东西 对不起 非泽的东西嘛 我否定掉了什么 我否定掉了 要教室的 这边的人的时候呢 或者说其余有东西的话 我说 教室里 对不起 我说 我刚刚说错了 我说 教室里没有人的话 这完全是无泽了嘛 我说什么 我说 不是 或者说 不是教室的 不是教室 或者说 我常常讲说什么 不是教室的人 没有 或者 不是 不是 我说 不是教室的人 或者我说 像我们以前讲说 或者我们还讲说什么 要讲说 不是无泽 或者是非泽的例子 因为我说什么 我想说 你看我们说 没有人的教室 来讲的话呢 是 没有人的教室 我们用中文 比较讲的话 没有人的 教室来讲的话呢 它否定掉人嘛 它引申出来是什么 是一个教室嘛 是直接引申的嘛 没有人的教室 教室没有人是什么 是纯粹就是在否定嘛 可是我们说 没有人的教室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子 它引申出什么嘛 它直接引申出是教室 我们内心显现出来 是不是说 又有显现出一个教室 直接就引申出了 就是一个教室 在这边了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 花了几个礼拜 在介绍的是什么 是遮前法 跟成立法的 这个差别那样子 好 那我想说 我们还没有到 下个单元之前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 对遮前法 或者对成立法这边 有没有什么的疑惑 这样子 没关系 你先问 再我慢慢存吧 您有一次上课说提到 以限量去了解 某一个异共相是限量 受异共相控制 去了解某一个镜 一定是分别性 就是我没听清楚 你说 用限量 以限量 去了解 某一个异共相 是 是限量 是 然后受异共相的控制 去了解某一个镜 一定是分别性 是 我想了解 以限量去了解 某一个异共相 就是指的余前限量 或自正分 不是 限量的话 以一个限量 去了解异共相 我们先不要谈异共相 我觉得那个会 使大家来讲 我们举异共相的例子 好不好 我们刚刚异共相的例子 我们现在应该 这异共相 有比较清楚了吧 大家应该 比较清楚的是什么 就是 简单来讲的话 是不是 分别性 争议出来的 那个样貌 因为你不能说 分别性 争议出来的 那个东西是 没有嘛 对不对 我说 本来就是 他分别性 做的东西就是 他假设出一个 不实际的一个东西 可是你不能说 他假设出来 那个东西都没有嘛 我只能说 我举一个什么例子来讲 你看 分别性 所假设出来的 瓶子的相貌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的 他假设出来的 瓶子的样子呢 或者对不起 兔子脚的样子呢 是有的嘛 可是他真的来说 那个兔子脚有没有呢 是不存在的嘛 他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可是 我不能否定掉说 分别性 所 假设出来的 或者说 我们叫争议嘛 他假设出来的 那个 兔子脚的样子 我们叫什么 这个叫 兔子脚的 异贡象嘛 所以这个变成 我的棺材的点了嘛 对不对 我刚刚 如果你刚刚用 异贡象来讲的话 等于说 分别性 所假设出来的异贡象 作为这边来讲的话呢 那 我是不是还是可以用 限量 去了解这个东西呢 不是 你这个是以静嘛 那你不要说 异贡象 你用 常法 你用 空性 你用 所知 你能不能用限量 去了解这些东西呢 我反过来问 这样子的问题吗 你先不要 因为我们谈异贡象 不要被这个文字 去 骗的话 我说 你有没有办法用 虚空 比如说 我用虚空 放在这边 我说 你有没有办法 依着虚空 去了解这个境的时候呢 我们上次是不是说 是由限量 跟了解 跟依着限量 而去了解的话 因为以 进步中来讲 他说 不可能用 由限量 而去了解了 因为由限量 而去了解 意思是说什么 是 这件事情 分别心所假设 出来的东西 我要在 限量上 显现出来 这个是 显现不出来的 是你看我说 虚空的意思是什么 是 遮止掉 或破除掉 阻碍 障碍的那一分的话 这个东西 怎么在我的限量 显现出来 那个 没有办法 显现 显现出来 所以他不能说 所谓的 由 限量 去了解 因为限量本身是 显现不出这个东西 它没有办法 赤裸裸的 像是 可是我能不能 依着限量 去了解呢 可以依着限量 因为 因为 依着限量是什么呢 我透由 限量去了解 某个另外一个 一分 它间接的 这个限量 去了解什么 了解了 刚刚以上的 虚空道理 有没有 可能呢 这个是什么 比如说 我在限量上 了解什么呢 我限量 了解 阻碍的 障碍物 或者说 我了解了 这个地方 我用限量了解 说你看 我面前是 没有 我 他是没有被 假设这个佛像 这个佛像 不是被取东西 而去阻碍的 佛像 我这样子去了解 的时候呢 我 可不可以 因为这样子 我间接去了解 虚空的时候呢 我用这样子 间接了解的时候 虚空 我会将说什么 我是依着限量 来去了解了 我了解 虚空的 工具是什么 是限量 可是他所了解的 这个禁是什么 是 长的 是那种 仅为分别心 所了解 我们讲说什么 共向的嘛 这共向的东西 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限量 还是可以了解 这些共向的法 共向 大家还记得 我们以前在 色类学不是介绍说 什么叫 什么叫 所谓 志向 什么叫共向呢 志向就是说 它不是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它实际有作用的东西 我们叫志向 共向是什么呢 它实际没有作用 它是仅为分别心所安利出来的 可是我不能说它不存在 就像我刚刚说 最好的 最容易的 我们长法的例子 我觉得别的没有 最好的是说什么 我没有钱 没有钱 这就是一个藏法而已 没有钱 为什么 它是安利在于说 我把 我实质的无偿 钱这些东西 我把它花掉了 我把它用掉 不管是花掉也好 遗事也好 被人偷也好 总之什么原因 而这样子的后 我实际就变成 我口袋变成什么 是没有钱 这个藏法变成 可是它实际上 它有作用吗 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要去找这个 没有钱 它在哪里 它找不到 它是不是就是 仅为分别心所 安利出来 就是仅仅说 没有钱是仅为分别心 所安利出来的 可是 你说它是 恒常的有吗 不会啊 我回到家 我再装个 一百块进去 就是那个 没有钱就 不见了 我就变成有钱了 可是 之前的那个 没有钱是不是 这个藏法 它是 仅仅是分别心所 安利出来一个 假设出来的 一个东西了 所以 所有的藏法来讲的话 都是如此 它一定是透由 某一个无常的 某个作用 安利出来 它没有办法独立的 所以 以进步中 我们这边这个派别 以 心内学的派别来讲的话 要去了解 一共相的话呢 限量能不能去了解 一共相 可以 可是限量了解 一共相的时候 是什么 是它没有办法 直接 它没有办法 它跟 好像直接接触到 说这个是 如果假设我这个 灵是 常法的话呢 我没有办法 用限量 直接接触到 这个东西 我一定是要 影射的这样子 或者我间接地 去了解 我是 它有了解一个 别的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就 就让我推射 说 这个东西叫 虚空 这个东西叫 藏 这个叫 什么什么 等等的 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 是用这样而去 推出来的 所以它 是常法 没有否定说 我可以用限量 去了解 可是我只是说什么 我们否定说 我们不能用 限量 直接去了解它了 而分别心是什么呢 分别心了解的境 不管是常也好 无常也好的话呢 它一定要 它有什么 它有假设性的出来 它假设性的这个东西 跟实际的东西 混合之后呢 它再去了解这个境 那我举的那个 最好的例子是什么 你看 我说我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回到印度的时候 可是 我还可以回忆出 印度的食物 或者我吃了 二十年的大饼 我说 一看到那个 一回想大饼的 那个味道 好像就在嘴巴 好像生起 可是那都是什么 那都是一个回忆 都是分别心 可是我可以回忆出 那个大饼的味道 是不是 不可能是 百分之百 有大饼 在我心思上面 直接接触到 了解 它是什么呢 它偷有一个 我假设是 不是大饼的东西 跟我 以前的那个大饼 混在一起之后呢 而我用 那个分别心 再去了解了 那个大饼 所以 所有一切的 分别心 甚至还有 一个人问我说 但我们一直在讲 争议啊 争议分 是不是只有 我加上去 才有这样子的话 我们说不是 不是说好像 只有加上去的 分别心 才有争议的 就是把 损减或者 灭除 说没有的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它也是有 争议的一分 这个争议不是说 它加上 它假设上去的吗 假设 你看我说现在 假设 我说现在 你现在 此时此刻 这个教室 做得满满的 可是我可以说什么 我用分别心 我说 假设未来的时候 这里面有 两百个人的时候 或者我说 或者说 假设我们以后 找了一个 很大很大的 中心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分别心 我在未来的假设 我是假设出什么呢 我是不是 也是争议出来 一个东西吗 可是我也可以说 损减啊 我说 假设这个教室里面 没有人的 你们明明是有人的 我假设这个都是 没有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我 否定嘛 我否定这个 可是实际上 教室有人啊 我否定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 还是有一个异工项 有一个假设的 那个东西说 如果这里面 没有人的话呢 这个标准的 争议 争议 假设出来的时候 他跟真正的说 那个没有的东西 我再去语言说 这个没有的话呢 是所有的分别心 不管它是正确的也好 颠倒的也好 不管它是 走长边的那一个 把不是说成是是也好 或者说它是断的 说把说是的 说成是不是的也好 它一定都有一共项 一定都有所谓 那个争议分 这个争议不是 多加的意思 而是说它 假设性的那样 或它 把跟实际的 不真实的 而多加的 而增上去的 这个东西吗 谢谢 还有吗 我想要补问一下 刚才师姐问的 就是说 那这个限量 间接的了解 某一个异共项的话 我们可以举出 那个实际限量的例子吗 因为 就是眼耳鼻舌声的限量 我觉得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找不到 所以想问一下 有没有哪一个例子 有啊 当然为什么 你为什么了解不了 我说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可以间接了解的话 我说 了解 瓶子的 例如说 我说了解瓶子的掩饰 它就可以间接了解到说 瓶子的一共项 为什么它了解瓶子的一共项 因为它了解说 瓶子是瓶子的时候呢 它就会间接了解说 瓶子不是我分别心所假设出来的那样子 好 谢谢 我们再想一下 对啊 或者你看我说 我上次上个礼拜不是举了一个说 金书志明演讲到说一个无测的例子 他讲说瓶子跟不是瓶子是没有一个共同体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限量去间接的了解 为什么 因为它了解了什么 我用限量了解了瓶子是瓶子吗 当我用限量的去了解瓶子是瓶子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间接的了解了 瓶子跟不是瓶子 是没有一个共同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了瓶子是瓶子的时候呢 是百分之百说瓶子就已经是瓶子 它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例子说 又既是瓶 又既不是瓶子了 因为如果有这样子的可能的话 你就没有了解瓶子是瓶子了 我说 我们了解瓶子 就像我说 如果了解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 我就不可能 这就是破除了什么 我就又说 声音 有一个是声音跟长的这个共同点 我就已经破除掉了 因为你了解声音是无常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有可能性 我说又有一个声音 又是长的话 这就等于是对声音是长的执着 还有嘛 还有可能性的时候 你就说 这也是 如果还有一个可能是声音 又可能是长的这个势力的话 等于说什么 这就是一个执着声音是长的执着嘛 所以我了解如果声音是无常的话呢 我是不是也要了解说 声音跟长是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势力吗 所以我如果了解瓶子是瓶子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也要间接了解说 瓶子跟不是瓶子是没有共同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瓶子 假设有一个瓶子 跟不是瓶子 有一个势力可以说 它又是瓶子又不是瓶子的话呢 代表是不是说 瓶子就有一个是瓶子 又是不是瓶的例子了 所以这代表是不是说 瓶子也有可能是不是瓶了嘛 所以这样子的执着的话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执着 你是不是就不可能了解说 瓶子是瓶子 因为你代表说 你还有一个 你心绪当中还有一个执着说 瓶子还有可能是不是瓶了 因为你认为还有一个势力 可能又既是瓶 又既是不是瓶的嘛 有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代表就有一个执着说 瓶子还有可能是不是瓶了 可是当你明明已经了解说 瓶子就是瓶子的时候呢 一了解这个时候 是不是代表就也要了解说 瓶子跟不是瓶子 不可能有一个势力 或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点 皆是瓶子跟不是瓶子的共同点 当然有可能人家没有办法用文字 你说你问一般的人 你说你了不了解瓶子叫瓶子 我了解 可是瓶子跟不是瓶子 有没有共同点 我跟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可是在他的内心的了解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他已经要确定 已经要确定这件事情说 当我了解 或者我把它说成我们一般的试炼 你看说 格西拉是好人的话 你是不是就是想说 你会没有办法 当然我是好人坏人 这个都不一定是真实 因为我说好像好人 我只是说 我说我是坏人也有 好像很奇怪 我就从另外一边讲 我说假设格西拉是好人的话呢 我是不是就也要了解说 格西拉是不可能是坏人吗 不是不是 或者说他不是坏人也要了解了 了解他不是坏人的话呢 我是不是了解到说 格西拉跟坏人是不可能有个共同点吗 为什么 如果我那时候了解格西拉是好人的时候 我还没有否定 我还没有了解到说 格西拉跟坏的人是没有共同点的话 是不是就有一个可能性 或者有一个执着还说 还可能有一个格西拉 又是坏人的共同 有共同的一个势力了 那如果可能找到一个又是格西拉 又是一个坏人的共同势力的话呢 就不代表说格西拉不是坏人了吗 因为代表说格西拉还有可能是坏人了吗 因为你有这样子的执着的话 就代表说格西拉还有可能是坏人的话呢 就找到一个势力说又是格西拉 又是坏人了 那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格西拉不是坏人了吗 因为你可以找到一个势力说 又可能是又是格西拉 又是坏人的势力 所以我就不能说格西拉不是坏人了 如果你说格西拉不是坏人的话呢 你就不能说格西拉是好人了 所以当一了解说格西拉是好人这件事情呢 他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说 同样的我在分别心上直接了解格西拉是好人的时候呢 我就间接了解了格西拉不是坏人了 我间接了解格西拉不是坏人的时候呢 我也间接了解了什么 我了解格西拉跟坏人是没有共同点的 所以很简单 我直接一了解格西拉是好人的时候 我就了解了格西拉跟坏人是没有共同点的 所以这也是间接的 我们说了解五则的一样 所以那如果去了解瓶子的一共像 我在分别心上把它显现为反于非瓶的时候呢 这个来讲的话 真正的限量去了解的话 以进步中说什么呢 是由谁去了解 是由自正分去了解吗 为什么 因为自正分是去了解说什么 他有看到这个分别心是怎么去显现 这个自正分去看到了 去了解的时候 这个是说什么自正分是直接了解什么 自正分直接了解了这个分别心 他间接的了解了说什么 分别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一共像 谢谢 因为刚才在听的时候有产生一个疑问是说 我原本以为是说演示可以了解瓶子 间接了解瓶子的一共像 但是应该不行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疑问是说 限量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两者区分出来 他不是用这个 我说是什么是限量可以了解藏法的例子 先从演示跟瓶子的五折去下手 和真正的去了解说什么是 异共像跟分别心的 跟异共分别心是怎么去显现出异共像的 作用是由谁了解呢 以承认自正分的那些人 他是说是 由自正分去了解吗 因为自正分如果了解分别心的话 分别心的定义是什么 是能把深共像 容许把深共像跟异共像混合而单着的 这样一个心事来讲的话是不是 所以他也要知道说 分别心到底是怎么样去显现出深共像 异共像等等这些东西吗 谢谢 所以最后找到我们那个例子就是 自正分他可以了解分别心 跟这个他里面显现的这个像这样 以限量了 如果以限量去来说的话 谢谢 那我有一个也是 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说 有一次格西在课堂上提到说 假设人只有分男生跟女生的话 那演示直接了解 演示了解男生的时候 他也直接了解不是女生了 是 对 但是分别心 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单元 在遮浅趋入跟分别趋入 因为我一直在说 对不起 我打断了 因为我刚刚说 因为这个是比较会谈到什么 就是我们下一个单元 因为目前的遮浅法跟成立法是什么 他在讲止境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遮浅法跟成立法都在讲 境上面他是怎么 他是遮浅存立的 还是他是成立的成立 他不是 他没有讲到 工具或者是这一方面呢 为什么他紧接着就谈到说 限量所显现的跟分别心显现不一样 这就是紧接着在后面的遮浅趋入 跟成立趋入的差别了 所以我这个问题我不用现在回答 这是我们下一个单元 在遮浅趋入跟成立趋入就要介绍的 这就会一一一一清楚的去跟大家解释 因为这个应该是应该本来就会引申出来的问题 可是这是我们下一个单元 他要花很长的 文字很短的只有大概半页 可是他的意思是很广大的 他很广的去分出说 这是怎么样去区分的 谢谢格西 格西非常受用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上课 感谢蔡师兄 因为我跟他共学 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可以学习 那就是说我想要举个例子 因为我对分别心还是不是很清楚 我想举我今天做捷运的例子 就是我今天做了捷运 我上去我没有位置我就站着 然后我就怕跌倒我就握着手把 然后脚呢 因为我膝盖有点痛 我就做拉筋运动转了 然后我耳朵呢 我就听着我的手机里面的佛乐 但是我的心里就想着一大堆天翻地覆的事情 我姐姐眼睛又在看那个进进出出的人 评价她的衣服 皮包 然后她穿的东西 她带的东西这样 我觉得我的心好乱 我明明就是听佛乐 就是要让心安住 可是我为什么缘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就不知道 这个哪一个才是分别心 不是 因为这来两讲的 因为很多人 我 我们在这比较是靠心内学的 可是我顺便再解释一下 因为这是以前人的错误的概念 他会认为说 一个时间就只能生起一个心事 这是我们很错误的概念那样子 就是说以前 我们不是在一个时候只能生起一个心事 我们同一个时间可以生起无量无边的心事 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 我现在在同一个时间当中 我可能六世全生起 六世怎么生起呢 我眼睛看着大家 我耳朵听着你跟我讲的 我又闻到 比如说我坐着靠近花壁 因为我的方位的缘故 我可能比较闻到花香 或者大家可能 因为这边我们比较少人抹香水 可能你旁边的 或者你自己抹的香水 你都闻得到了 或者说什么呢 和我们色生香味 可能说你在嚼个口香糖 还有什么处 我冷气吹着很舒服 可是我内心在想着什么 我在想着那种法 是我在同一个时间 我六世全生起 眼到意识 我六世同一个时间都在生起 所以这个不相为了 或者说不要说别的 我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有多处的分别性 多样的分别性都可以生起来的一样 比如说什么 就刚刚讲的 我又可以意念起人家的衣服好坏 我又可以意念起我早上吃的东西 我又可以修着菩提心 我又可以又有烦恼又生起 等等 假设我这四个的话 我四个都可以同一个时间生起的 我这个四个都可以同一个时间生起的话 它没有 那分别性的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 就像我们一直讲 根式跟分别的差别在什么 根式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说 我要生起 我不要生起 它是没有这个 它只能于是一个静止的反面而已 所谓的限量都是这样子 限量是什么 是我把它的因缘聚合之后 它就是反射的动作了 它就是我们用佛学的名词是什么 它就是所圆圆 真上圆 等无间圆 三个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心事就蹦出来了 它就跟着这样生出来的 这个叫什么 叫限量的概念 所以为什么你看 大家有可能希望现在有比较清楚的 在分别性上面 为什么它没有所圆圆的原因 也就是代表说它跟限量是不一样了 限量是透由三圆而生的时候 分别性就不是透由三圆而生 它可能是不是透由瓶子而生 可是我不会叫瓶子它的所圆圆 为什么呢 它不关带说一定要瓶子在它面前 它才可以生 它自己可以思维的 所以我们有可能对心内学的 它以前的说法来讲的话 说什么呢 我们以前在寺院的或者在 成语在学这个时候 我们会说什么 限量等于说什么呢 它是等于说什么是 有眼的可是无腿的瘸子 没办法走 它自己走不动 可是它看得很清楚 它把东西看得很清楚 可是它是被动的 它没有办法自主的 它只能说 你把东西放在我面前 放好我就这样的生气 可是我说什么呢 我们说分别性像什么 它是有腿的虾子一样 因为它根本看什么东西 都看得都是模模糊糊的 都不是 都有一层的那种的 不是真实的在里面 可是它什么 它可以天马行空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可能我说 假如我的例子 可能我在这边讲课 可是我一直在想说 等一下我要吃什么东西了 对 我嘴巴在动 我在这样讲 可是我有一个心思在讲说 我要怎么样表达 这些法给大家 可是又有另外一个分别心思 就像说肚子饿了 那样子我要吃东西了 那样子等等的 同一时间分别 是不是两个分别心升起了 好 那还有一个状况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来讲说 那如果是六四 同一时间升起的话 之后这个遮止掉的话 是哪一个意识 或哪一个升起的话 我们就说在这个六个当中 它来一个强烈 哪一个比较最强的那一个 它会引申出另外一个最直接的心思 譬如说我说什么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 我说我很沉迷于我的音乐当中 我也看到 我也有闻到 我有触碰 刚刚像你说我抓的那个把柄 我也有感觉到那种的冷处 我也有吃到口香 那样味道 我也有回忆呢 可是到最后怎么我回忆 或我之后生起的分别心 怎么只有耳饰 我其余的 你说你看到什么 不知道 你闻到什么 不知道 你抓的你有什么感觉 我也不知道 谁跟你打招呼 不知道 是什么 因为刚刚最 在六四 就是我们刚刚的五个根式 跟一个的分别心 升起来的 最强烈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那个耳饰 我全神贯注在那个耳饰的当中 所以他引申出来的那个 那个意识呢 就是以那个耳饰为主了 他不会六个都说 我都同一个时间都这样 他不会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说 假设我在打坐 或我在修禅定 我们在上次久住心的时候 因为是不是我的主要的意识 我主要的注意力 是拉到到意识上面了吗 不是感官的世界了 我倒如果真的进入状况 你看你眼睛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啊 耳朵有没有听到 有听到啊 鼻子有没有闻到 闻到了啊 有没有触觉 有啊 都有 可是什么呢 如果真的回忆起来 我只觉得说 我是全神贯注于意识所 他引申出来是什么呢 他引申出是对 刚刚意识的那个作用的回忆吗 而不是说对感官世界的那样子 或者我们用 比较心内学的名词 对根式的 我们不是对根式的那个回忆 我的心是 分别心是 我的心是 我的心是 那个部分最强的 我现在去回忆 我刚才的情境 我已经 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的心是 是原则我要来听法 然后我有听 听那个耳朵有听 所以我现在 意识最强的那个 就是分别心是 是我的心是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是最强就是分别心 而是你强说你是 像假设所有的回忆 只要是回忆 就一定是分别了 就是 有 我可以用 比较说白话来解释分别心 是说什么是 它是自主控制的 可是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有限量也是自主 可是说它是用 自己这边塑造的某一份 或者像我们凡夫 我们可以控制的 某一些部分是什么的 都是分别心 不是说最强的就一定是分别心 因为为什么 也不是说心世界是分别心 我们很多人会错误说什么 凡是心世界是分别 我们不能这样讲 因为也有所谓的眼是 耳是 鼻是 神是 身是 都是所谓的心是 可是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来讲就是说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说 有义共像的那个地方 可是我不要用义共像的那个名字 那么大的名字 就是说什么 它自己塑造 或它有自主的说 我想要想什么 我要回忆什么 我要想到未来什么 我可以自主的去 去做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这叫什么 这就叫分别 以我们凡夫来讲 这就要分别了 我们心里面的限量是什么呢 心里面限量是说 因为它的因缘聚合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产生的 像你看 我说你要看到一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说 比如说我 假设我常常举的那个例子 我说假设我说 我们的偶像是尊者 或者我的偶像是蔡依林 我不能这样就看到 蔡依林我就用眼是看到了 是不是 可是我说 假设我的偶像是蔡依林的话 我闭着眼睛 我用我的分别心现摔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自主的把它看到我的面前 那就叫分别了 可是你看 假设我说这个门里面走 蔡依林小姐坐在这边的话 是不是因为有那个圆 有那个真上圆 有那个等无间圆 我就可以 爱怎么看 我就怎么有眼是就可以生起来的 可是因为那是什么 那是我没办法控制的 不能说控制 那当然我这样瞪着可以控制 我的意思是说 你使那个三圆聚合的时候 那个心思它自然就会生起来了 可是你看 那纵使现在蔡依林小姐 没有坐在我的面前 可是我还是可以在内心当中浮现出来 或意念出来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分别心 因为纵使没有那个所原原在面前 我内心可以自主的去把它浮现出 或伸出 像或者我们一个人来去修行的初步 是不是我们也都是要靠分别心去做 我是用这样子的刻意的造作的培养的去思维吗 这才叫 这都叫分别心 这样子 我经厉想说我要抓着把手 因为我怕会跌倒 那这个心 不算是分别心 是一个分别字吗 不是我一般来 就是我有个动机 我做这个动作一定有我的动机 那个动机不是分 我有所分别 握把手还是不要握把手 你那个动作是分别心 你抓住的那样子的感觉是 线前事 线前事 是跟事 那我心里想说我要抓着才安全 这个不是分别心 这是分别心 这也是分别心 这是分别心 OK 了解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好不好 好 那今天没有什么新的课程 可是我说大家请记住就是说什么 像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桥梁到我们 准备进入下一次的上课 就是说什么 在于静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分出什么 我们就一直在介绍的就是 成立法跟遮前法 或者我们叫成立法或者潜塌法 下个礼拜我们要准备要介绍就是说 那分别心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些 遮前法跟成立法 跟限量或者限前事或根事 是怎么样去了解这些禁 不管是遮前法也好 或者成立法来讲 是不是这边我们讲说 静跟有静来讲也好 或者所被知道的 跟能知道他这些来讲的话呢 我们现在目前来解释的都是 所被知道的这个东西了 我们下个礼拜开始 准备要开始解释说 那能知道这些东西 或者能观察这些东西的东西 他是怎么样去观察这些诸多的静 所以这是我们等于到下个礼拜 准备要跟大家解释的 好 那我们先到这边了 那大家请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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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